台灣市第三選區立委參選人彭俊豪選舉後援會成立大會 總統參選賴清德和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親自到場聲援 賴清德更是喊話要支持者逛市場買菜不要喊假 盡力幫彭俊豪來拉票 選舉在即桃園市第三選區立法委員參選人彭俊豪 10號舉辦護台挺中立全民大勝利後援會成立大會 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和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特別出席力挺 彭俊豪指出上一屆他差一點就能進入國會 這次會更加努力爭取進入國會殿堂 因為這次我已經準備好了 四年前我們那時候你以為授臂長選上陣 但是差了一點點 但這次選舉就要這次現在努力非常認真 我跟議會我們中基區所有的好朋友們 順利過關方選 那五合五位也非常團臺也非常理智 如果這陣子在地方上看到很多大小活動 一定會看到我們跟所有的議員同事們共同出席 共同發聲 後援會成立大會上由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親子授起給競選總部的幹部們 象徵起開得勝 賴清德也喊話希望支持者 光菜市場不要喊假盡力幫彭俊豪拉票 第三選區涵蓋中立區76隔離賴清德 鄭文燦一同出席力挺自駕候選人 喊話彭俊豪是願意守護國家的優秀人才 應該培養年輕人 讓中立留下勝利軍 推動國家發展並帶動地方進步